所以当有这些不利的传闻出来的时候 你郭董就应该要把自己的政治实力 把它说出来 而不是在那边虚张声势 虚张声势难怪民众党国民党不理你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讲来讲去又要讲到郭董 讲到郭董 我请郭董 对 兑现一件事情 为什么讲兑现一件事情 就是郭董在9月20号 你联署又开联署站的时候 他曾经讲 他会每天公布 或者 或者每个阶段 他会公布他的联署书的数量 那我希望郭董能够做到 就是说9月20号到9月30号 10天 已经形成过了将近四分之一 是不是请郭董 是不是请郭董公布联署书的数量 因为呢我最近呢我听到都是派系动点 而联署 郭董设了27个联署站 现在又要增设很多 听说要增设到40个联署站 我想请问郭董 联署数量究竟多少 应该公布 因为呢我现在发觉郭董 他好像变成了金马奖影帝 最佳影帝 就是说平平亮相 平平亮相就是到夜市啊 还有到其他地方呢 他是平平亮相 平平亮相 这种平平亮相就叫表演 好比说屏东大火啦等等啊 这些 当然郭董的捐助 很多选民感念在心 但是问题回到本次 是不是请郭董公布 自己公布他的联署数量 究竟多少分 因为郭董现在不公布 而派系平平的召集 各地的庄角聚会 就是要包揽 所谓包揽 好比说这个县6万 那个县3万 这个县2万 好比说像徐耀昌 说我要12万 这个漫天要价 漫天要价 做地分赃的方式 显然 显然对郭董来讲 是伤害很大 你尤其是你派系 讲的我要包揽 多少份的时候 岂不是证明 你的联署不如意气 否则的话 不会漫天要价嘛 对不对 所以 我为什么我要讲这个问题 因为现在你很多人 都在直问我 为什么要帮郭台铭 那我不是郭黑吗 事实上 我再讲一次 这是尊重制度 你不能叫郭台铭不参选 参选以后 那是另外的问题 因为毕竟 你今天让他不参选 你明天 你就可以剥夺我的权利 为了那你自己的 好胜利 去剥夺别人的权利 这是不对的 因为毕竟参政权是 明定于宪法之内 法律之内 他只要联署过 他当然可以参选 你不能够 一直叫他不要选 然后一直骂他是祸害 这种东西统统不对 但是问题是说 联署也十天了 十天郭董他自己的承诺 他说他会公布 联署书的数量 但是我要问一句 你说的每一天公布 你说的一百万 当然一百万 或许是有点夸大 那至少他发言人 讲的一些话 是经过你郭董 授权讲出来的 说至少三十万 五十万到一百万 你郭董 要不要说清楚 就是说这种 联署书你要公布 你不能说情势对你不好 那我就统统隐藏 情势对你好 我就公布 那现在 现在我在外地听到的 就是说 很多选民问我说 既然联署 红红火火的 他们都认为 郭董是有这个实力 可是一旦当他们听到 这个派系要六万 那个要那个三万 他们就很那个纳闷吗 不是联署非常成功吗 为什么这些人 天天这样子讲 十二万份 六万份 三万份 十万份 名字我都讲得出来 是谁包票 就是说需要这样子吗 所以在这一方面 那我希望郭董面对大选 不要担任影帝 不要担任金马奖影帝 你用表演的方式 表演 它只不过是一个 人生的反射而已吗 并不是真实吗 但是郭董他必须要解释 我联署的状况怎么样 那至于你派系的 联署的状况 那个是派系的事 我现在就是告诉各位 那我联署的状况怎么样 你只要讲到 你自己本身的联署数 选民就会做一个抉择 你的老是隐藏着不讲 到了最后 等到那你出现 那我比喻啊 等到那你出现 比喻的时候是五十万份 大家都会质疑你吗 这些是不是你派系联署 那你自己联署的 只有几万份 这一些问题 我想在你联署过程当中 郭董都必须要说清楚 而不是在事后算总账 因为事后算总账 会有很多人把郭董 说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听 因为我出外场 我也到各地去跑的时候 他们就直接了当告诉你 一份联署书的报价 但是事实上 事实上就我所知 就我所知 没有那么贵 所以当有这些不利的传闻 出来的时候 你郭董就应该要 把自己的政治实力 把它说出来 而不是在那边虚张声势 虚张声势 难怪民众党国民党不理你 你真正能够提出一份 非常精准的联署书的数量的话 我相信 国民党跟民众党会对你郭董定言相开 loe的证据 字幕志愿者共同